糖尿病的朋友们站出来 没有糖尿病的朋友们也站出来 如果来看热闹的也站出来 你知道什么是糖尿病吗? 不知道 你知道糖尿病不治疗的话 最后要洗肾吗? 不知道 没关系来来来 肾脏病防治基金会 这次要来跟各位资深帅哥美女们 分享糖尿病的健康小知识 让你的人生立刻省下100万啊 本节目由肾脏病防治基金会提供 所谓糖尿病啊 简单来说 就是细胞没办法好好利用血液里面的葡萄糖 这些糖分如果长期堆积在血液中 就会造成全身血管和神经的伤害 咦?什么是血管和神经的伤害 对我们的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呢? 来 从头到脚一件一件讲给你听 首先是大脑 就是我们常常用来骂别人 头咳败气的那个头咳 会因为长期高血糖而容易中风和失智 再往下 眼睛 看东西也会渐渐模糊 看不清楚 很多人还以为是近视或老花 结果就轻忽了 再来 心脏容易心肌梗塞 肾脏也会开始坏掉 这是因为肾脏里面有非常多的微血管 这些微血管也会因为高血糖而受伤 所以咯 不坏掉才奇怪 这也就是糖尿病有不积极控制血糖的话最后都会洗肾的原因 来再来大家低头往下看 因为高血糖让神经血管受伤 性功能也会慢慢变差哦 还有还有手脚末端的神经会开始坏掉 我家伙的阿嬷连被孙子骑脚踏车黏过去都没感觉 所以啊 常常脚受伤了也没发现 结果就一直感染好不了 差点要被截肢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 心 眼 肾 结 脑 都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哦 看到这边千万别吓到转台 只要好好控制血糖 就可以大幅降低这些并发症的风险 不过大家都知道 要好好控制血糖才对 但为什么在台湾还是很多人洗肾 你一定有听过这一句礼语 人看不怕鬼看哭哭怕 很多人只相信隔壁老王啊 蜜衣啊 陛下电台啊 随便唬烂一下跟你说有特效药 就以为可以一步登天不用治疗 其实这些来路不明的偏方里面 都有很多的止痛药 和重金属等伤肾成分 对健康一点帮助都没有 反而加重病情 真的只会让你一步登天变神仙 还有也有很多病友 以为没什么不舒服就不吃药 饮食也没好好控制 等到要复诊的前几天 怕被骂才乖乖吃药 这样根本没有用啊 吃心酸的 再来要提到的这一点 是大家都要注意的 很多人其实没发现自己有糖尿病 不要想说不可能 台湾的成年人将近每十个人 就有一个有糖尿病 但是因为初期真的没什么明显的征兆 等到吃多喝多尿多或是变瘦 都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状况了 但很多人还是会误以为只是食欲变好 或是瘦身有成根本不在意 所以啊每年定期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得病风险比较高的人 有哪些 例如有糖尿病家族史 高血压高血脂肥胖或是不运动的人 说到不运动来 不要心虚看旁边 看着我的眼睛 就是在说你 万一被诊断为糖尿病也不要气馁 在糖尿病前期只要透过生活形态的改变 像是糖尿病营养师的胃教饮食 规律运动等 其实是有机会改善的 所以啊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千万五湯四股不饿 大股才来好感苦 这些小知识对大家来说一定很简单 但困难的是要去执行啊 所以啊大家有没有要每年定期健康检查啊 有没有要好好控制饮食和去运动啊 今天孙悟悠悠悠 不要乱念啊 无论你现在有没有糖尿病 赶快把影片分享给亲朋好友 说不定就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 功德满满哦 肾脏病防治基金会关心你 爱你哦